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讲新人课 但是我新人写不下去了 所以我就用3来代表 因为前面讲了1跟2了对吧 所以今天要讲3 好,来四位训练 1,2,3,GO! 过去三年我们台湾都没有台风 就从今年开始 台风不断的来袭 特别都打在南部对吧 这代表什么? 过去三年台湾没有台风 当然三年以前还是有台风 过去的三年没有台风 可是今年开始台风来了 这代表什么? 1,2,3,GO! 这代表什么? 你学佛一定要知道吗? 这个不是普通事情 这是佛法的运用 1,2,3,GO! 好,翁翠平来 师父,各位师兄,翁啊,我会让你 opened 弟子翁翠平试着回答 这就表示台湾人又开始有共二业 开始造新的共二业 共二业严重了 共二业超过了共三业 所以你就会浮现各种灾难 不断的灾难 这个师父以前都教过 所以你不要學佛是一回事,過日子又是一回事 你的過日子一定是佛法可以幫你解釋得通 而且給你方法的,對吧 不能呆呆的自己就用你的體力在那邊扛 那是沒用的,你要用能量 你要像師傅這樣,不生病,不感染COVID-19 天天生龍活虎,做很多事 師傅絕對不是用體力 我如果用體力的話,一定有疲憊的一天 就像你們一樣,對吧 一定要用能量,能量從哪裡來? 1 2 3 GO 上禮拜就有教了 1 2 3 GO 好,麟柔 麟柔比陽中線快 麟柔答不對,在陽中線 搞不好陽中棚都可以答 師傅,學長,我們恩而為恰恰 是,你能試回答 好 要平常從我們的劍行當中 還有送經持咒 嗯 送經持咒 加強,還有立他功 立他 好,楊中線 你來補充 師傅,各位師兄,恩而為恰恰 好 弟子楊中心試著回答 好 能量從深化思維超越二元對立 是,從深化思維 那個是高能量 你如果能夠深化思維 你就直接進入了高能量的範疇 從700,800,900,1000 首先,林柔講的是正能量 是正能量,就在有向培伏的 聳經念佛實奏 他還沒有講到懺悔 你不懺悔,你的負能量沒得釋放 你一直扛著你的負能量 負能量就是讓你疲憊,讓你煩躁 讓你能得憂鬱症,得各種疾病的噪音 還有這些都很重要 林柔講的正能量 楊中線講的高能量 這都很重要 你們共同遺漏了回向 回向,回向特別重要 回向為什麼有效 1,2,3,go 回向為什麼保證一定有效 來,林柔 所以你要有理論 你要有理論 你做了你才不會起懷疑 師傅為什麼要講那麼多科學 來 師傅,現在我們問我會恰恰 我請問你回答 因為回向可以跟諸佛 取得相應,取得高能量 那是你說的嗎 我要說的是說 有什麼理論可以來證明回向一定有效 因為他波動頻率帶震動高能量 不對 不是這麼講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但是你講的內容完全不對 來1 好 翁翠萍來 師父 各位師兄 翁阿伯阿鳳請坐 弟子翁翠萍試著回答 就是因為能量的傳輸 他不受這個時間空間或者是高位能障礙 都能夠穿透過去 都可以傳到任何空間去 對 你從三維空間要傳給往生的亡靈 像楊忠靈或者是謝皇貴花老菩薩亡靈 他們都還沒有投胎轉世 他們都還在陰間 那你怎麼知道他一定可以收得到 就是誰的理論 這是誰的理論 誰的理論 師父都講了N百遍 N百遍 這麼名人 好來 蔣路華 名人的理論 你都不知道 你就沒有能力說服別人嗎 對吧 就是薛丁二的 On Around 恰恰法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路華試著來分享 回向就是用那個 那個薛丁二的波動力學的 波動力學 波動力學之父就是薛丁二 哪一國的科學家 保證要你死 奧地利喔 對的 對的 奧地利你好不容易猜到了 對 奧地利 中國大陸翻他成為薛丁二 台灣好像是翻成熟丁格 他是諾貝爾獎物理學獎的得主 他得到的那個獎項就是 他發現了能量的傳輸 不受到時間跟空間的阻隔 所以他是波動力學之父 波動力學之父 這個就是來告訴我們 我們每天的回向有多重要啊 你要救你的亡靈 楊忠靈 你要救謝皇貴花老菩薩 希望他能夠投胎轉世到更好的地方 你就需要回向一直不斷的回向給他 對 都是方法 所以在這個課堂上 傳授無數多你在外面聽不到的方法 有理有趣都有科學理論的證據 好 非常的重要 所以 來 四位生化 四位生化 1 2 3 GO 現在要講這一張了 剛剛不是在講四位生化 四位生化才是你解脫諸苦 剛剛林柔講的聳經念佛慈奏 這些 你還是有苦 為什麼? 因為你陷入在因果律的殘服 你陷入在量與數的殘服 所以那個還只是正能量而已 他沒有上升到高能量 你想要解脫、擺脫因果的殘服 譬如說你過去世 就像譬如陳進興 這一世他殺了人 對吧? 然後他等到他要去投胎轉世的時候 然後他也許就投胎變成 也許 投胎到 變成一條豬啊 或一個老鼠啊 也許這不是 這我只是以他為例子而已 然後 然後 他在 出生道裡頭 受苦 對吧? 然後 你想要救他 你要怎麼救他? 你就是要回向給他 那你說 他聽得懂我回向嗎? 他能聽得懂嗎? 他可不可以聽得懂? 豬啊 老鼠啊 蚊子啊 可不可以聽得懂? 他怎麼聽懂的? 對 對 每一個 不管生 不管有情眾生 或者是電腦 非情眾生 這個麥克風 非情眾生 他們沒有 沒有覺知 對吧? 沒有情意識 所以他們叫非情眾生 但是 統一了任何一個物種 任何一個生物 都有生物波 生物波 一定要記住 然後 所以 我們在回向的時候 其實也是投射出來一個生物波 所以 不是說 我們的回向 螞蟻一定要聽得懂 他聽不懂沒關係 他也有生物波 他可以抓取 跟他相應的生物波 因而受益 這個道理你一定要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 回向無比的重要 正常 卓希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回向 是叫什麼? 全球大回向 全球大回向 那是怎麼運作啊? 你來說說看 師傅 各位師兄 那個覺西軒的全球大迴向 每天中午大概12點25分開始 然後你可以就是 連續念5分鐘到10分鐘的 這個On Arabajanati 然後這同時因為這個時候全球 也不是只有念On Arabajanati 咒語啊 心啊都可以 你不能誤導眾生 對 然後就是送金咒號 然後因為這個時候中午是 全球各個地都是中午的時候連續著 所以它的這個能量 這個傳播的這個速度跟效果 非常的大 非常大 你完全不對 錯 哪一個人知道他錯在哪 可見你沒有在全球大迴向 你如果有在全球大迴向 你一定特別是重視 他為什麼這麼有效啊 沒有哪一個團體 做全球大迴向 那是師傅的智慧 結晶想出來的一個方法 他是有理論的啊 為什麼全球大迴向這麼有效 你們的所有的困難 我都是丟給全球大迴向 你要知道師傅的智慧 不是你們所能想像的啊 你們一定是像王小妍出學都幾天了 還在那邊看中醫 我不是說中醫不好 我自己也是特別佩服中醫的喔 我不是說中醫不好 但是你這已經這麼為奇啦 你不能沒腦袋啦 對吧 你就現在還在看中醫不對了 你要救命要請嘛 對吧 這是第一點 你講給師傅聽 師傅馬上用智慧判辯 辯別你這不能再等啊 你就立刻去看西醫就對了 西醫就可以幫你做決定 接下來要怎麼做嘛 對吧 至少他還給你止血藥嘛 對吧 然後所以這是你一定要找對師傅 再來當你情況已經有改變啦 對吧 一經過那個大迴向 再來吃止血藥 你就已經沒有血了嘛 如果是你們 你們就乖乖的又按照那個醫生的話 又去開刀了 你猜呆了嘛 對吧 師傅就不是這樣子啊 師傅一聽這已經止血了 馬上說你趕快去問醫生 我還有沒有必要開刀啊 對吧 那醫生就講說 對看起來是沒有必要 但是我還是擔心你有癌變 你看師傅還幫他想方法 怕有沒有癌變 就採樣來檢查不就好了嗎 幹嘛要開大體啊 不需要啊 對吧 所以這都是你看出來師傅的智慧 不是一般人所能夠想像的 對吧 所以希望希望那個王小妍老師能夠 逃過開刀一劫跟你一樣嘛 對吧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全球大會像那麼重要 他講的完全不對 他只是知道有這麼一件事 他根本都不知道為什麼全球大會像這麼的重要 你聽喔 我已經這個已經講了N百遍了 你一定要懂啦 你不懂的話 你根本不會對全球大會像 升起信心你也不會去做啊 那你就平白無故 潦倒一輩子嘛 對吧 師傅設定的台灣是12點半開始大會像 那我們因為每天都有在聳經念佛慈咒嘛 對吧 所以我們就直接12點半的時候就可以回像啦 那些沒有聳經念佛慈咒的一般的信眾 他沒有這個信仰的 師傅就希望他至少念五分鐘的佛 所以他12點25分 他可以開始念 歐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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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回像就是像師父帶領大家下課的時候回像一樣 我就不再講了 基本上你就是要回像點 法界一切眾生 從地獄到一直到佛 那你說佛有需要你回像嗎?當然佛有需要你回像 你跟佛回像 最主要你跟佛結善緣 廣結善緣 所以文殊私立所說的經典裡頭講 你這一輩子能夠聽到有人為你傳說文殊的法教 那很少人 你到哪裡去看哪一個法師 專門弘揚文殊法教 你找不到 非常少的 他說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弘揚法教的人 為你獎金說法 代表你過去世跟諸佛廣結千百億諸佛 你說我沒有廣結千百億諸佛 但是你每天都回像啊 像師父每天都回像 一回像就是回像法界一切眾生 當然包括諸佛嘛 對吧 然後每天每天每天啊 對吧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十年就三千多了嘛 對吧 你生生世世都這樣子做 那就千百億佛了 對 這個是很重要 再來 你如果有財苦的話 你就還要回像給那些討債的人 你回像給他 就是用功德還給他 他至少不會那個緊追著 或用小人部署來追討嘛 他會對我們的處境有所諒解嘛 乃至於介紹給我們貴人嘛 對吧 這都要做 你都得要做啊 你不是三天等著而已啊 不是啊 再來你就要回像 讓你的人生的困境能夠有所轉機嘛 對吧 譬如說 楊東坡現在開車 那有沒有什麼更好的轉機啊 對吧 你回像你就會明白啦 一天一天那個跡象就會出來 那我現在就要切到重點了 為什麼全球大會像那麼重要 台灣是十二點半 就是我設定的 每一個國家我都希望他們是十二點半 但是 每一個國家有時差嘛 對吧 時間的區塊 比如說台灣往東走 那就是日本嘛 日本比我們快一個小時 所以台灣的十一點半 日本已經十二點半了 他們已經在全球大回向了 往西走 泰國比我們晚一個小時 那他們就是 我們的十三點半 泰國是十二點半 以此類推 全球不同的時間差的國家 任何一個時間點都有人在大回向 這個這麼龐大的力量 你為什麼不會跟上啊 太重要了嘛 對吧 你在台灣講 我現在生活困頓 我賺錢不容易 祈求諸佛菩薩幫我能夠有新的生機 這一個你投到空中去了 你的這些話投到空中去了 你的話語也是有能量的 只是沒有像諸佛那麼高能量嘛 對吧 然後 比如說在日本有一群人 他們就是特別善良的人 他的回向就是希望 我希望我能夠幫助那些呼喊他有苦難的人 那不就是你嘛 對吧 就像師父每天的全球大回向 除了例行的 就像師父教你們的 那什麼 要回向給食王法界一切眾生 回向給弟子 台灣學生 回向給苦難眾生 還有 要回向給那些正處於困境 無法解套的人 那不就是楊宗鵬嘛 對吧 世界上這種人多不多 太多啦 太多啦 所以你應該要切著大回向呼救嘛 呼救一定有人會來相應你啊 你要知道 你不知道他是誰 沒關係啊 對吧 但是他的頻率跟你是相應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 什麼時候 你的財運轉機了 你的生活轉機了 然後你的諸苦 逐步逐步的解套 就像林柔以前剛認識我的時候 他也是負債累累 負債到他想要去跳樓 他說他覺得他不可能 這一輩子不可能還清他的債務 結果現在林柔不是好得很嗎 對吧 都一定有方法 你只要有辦法找到師父 你就一定會有辦法 我就是專門在傳授那個方法的人嘛 而且我示範給你看嘛 對吧 我一無所有 但是我每一年 我2014年到現在 我可以 我可以樂捐超過2000萬 對吧 錢從哪裡來啊 你不就是需要錢嘛 對吧 師傅也需要錢啊 師傅什麼錢都沒有啊 可是師傅就有辦法這樣子 這樣子滾動 你也有辦法 所以你一定要正確的使用方法嘛 對吧 這是絕對的重要 所以我要共同指出來 你們都沒有迴向的概念 代表你們平常都沒有做 那你如果說 我12點半剛好在應酬啊 像師傅也是應酬特別多的人 那沒有關係啊 你在應酬沒關係 你不用出聲嘛 你邊在 邊在應酬 你心裡可以念 我要把今天全球大會向的功德 回向法借一切中中回向給弟子 宣地子台灣學生 楊宗鵬 楊宗憲 楊宗憲 楊宗林 王林 謝皇桂花 等等等等 你每天在回向你的名單 你根本都不用看了 不用看了 你都撩肉指掌了 不像張慧珍有一次 他說 師傅你看我的全球大會向的名單 這麼多人 我說 那也太呆了 你還要看你的全球大會向的名單 你哪一天忘了 你全球大會向的名單 那你不就完蛋了 對吧 你一定要想辦法 你不用死背 但是你的心如果跟這個名單上面的人 心心相應是緊扣在一起 我不相信你 你需要用背的才能夠把它納入你的心裡 不需要 你真的不需要 對 所以這個就是你回向的力量 我記得以前 剛開始的時候 謝民宗提供給我 謝皇桂花老菩薩的那個大名 那個時候我都有 每一個人苦難的就為他樂捐 後來就取消這個 後來就改成這種集體樂捐 對吧 所以就沒有在 個別為謝皇桂花老菩薩樂捐 結果好幾年以後的今年 突然又 那個謝民宗講起他媽媽 我馬上就可以講出來 謝皇桂花老菩薩 你看 你們有人講得出來嗎 你根本不可能 因為你心裡就沒有謝皇桂花老菩薩 對吧 你看那個劉 劉曉玲 他爸爸媽媽 劉水晶 劉里悅兒 他多久沒來上課了 可是師父都能夠聊做執掌 對吧 你的心到底在不在 其實你自己很知道啦 對吧 你只是礙面子不好講而已 諸佛菩薩比你更清楚了知 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對吧 所以學佛一定要想辦法清淨自己的心 把那些過去的壞習慣給扔掉 現在開始要重新做人嘛 對吧 好 我剛剛就是補充那個翁翠萍講的 他講的不三不四嘛 對吧 你那個為什麼會形成全球 是因應著時間差的區隔 每一個時間差的區隔 剛好我們那個回向完的時候 旺西那個泰國他們就接著了嘛 對吧 在我們還沒開始的時候 日本已經開始了 所以以此類推全球任何時候都有人在為你回向 這麼重要的方法 你沒有跟上 那我當然理所當然要說你是大於痴嘛 對吧 好 來 來 1 2 3 Go 生化思維 今天要特別 真講生化思維 你才有可能解脫諸庫 你沒有生化思維的話 那你卻像凌柔一樣 還是停留在聳經念佛詞後懺悔 不是說聳經念佛詞後懺悔不好喔 他只是基本功啊 你光靠聳經念佛詞後懺悔是不足的 那你連聳經念佛詞後懺悔都不做的話 那就更不用講了嘛 對吧 但是生化思維是讓你取得高能量 唯一的良方 來 好 來 好 好 好 陳敏玉 慢慢來 沒關係 好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醞啊我要來聰聰聰 敵陳明試著說出我的知覺思維 首先這個月亮會讓我想到菩薩清凌月 那我們如果執著於這個清凌月 一定要像今天這種滿月的話 對 那我們一定是充滿著煩惱 那我們如果不管殷勤圓缺 對 都是清凌月 然後都很美好 那這叫什麼? 這就叫做升華思維的節奏 這就叫做升華思維 這就叫升華思維不是你要怎麼樣 是你要你以前認為只有滿月才最好 可是你現在學佛了 你知道滿月贏跟虧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是一樣好 這個就是叫升華思維 以前你沒看到滿月你就起煩惱 現在因為你了解贏就是滿 虧就是不滿的那個月亮 來自同一個終極本質 所以你現在不會起煩惱 這就叫做升華思維 好來再來 還有嗎 1 2 3 Go 還有嗎 所以你要解脫諸苦 你用凌柔剛剛講的那個基本功 就是手機念佛持熱懺悔 你是解決不了的 你看起來好像你解決了 那一下子湯又來了 湯又捲土重來了 所以一定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升華思維 來1 2 3 Go 還有嗎 齁楊宗憲 來 各位師兄 我是楊宗憲 試著分享 首先我第一眼看到就是 這麼大的月亮那麼亮 星星怎麼可能這麼亮 所以你懷疑他 懷疑他造假 我覺得這不太合乎邏輯 我覺得我們要升華思維 我們就是要打破邏輯的一個約束 對 一當我們打破這個束縛以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造見那個事物 起原來的面貌這樣子 對的 這個例子也是舉得很好 就是說 這個都是假的騙人的 這是邏輯思維 然後我要打破這個假 對吧 因為我們有 我們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就 常常就有講 我最討厭人家騙我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對 我最討厭人家騙我 然後你怎麼升華思維 我靠你們 1 2 3 Go 你可不能講 我升華思維起來 我更討厭人家騙我 師父各位師兄 弟子翁翠萍試著回答 就是說 就是我不管他是在騙我 或者是 不是在騙我 都不影響 都不影響我 我心裡的那個 就是我不受他的干擾 但是我300%保證你做不到 所以这个就要超越 所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 他这个答案为什么不合格 被我判定不合格 可是他要讲得头头是头 对吧 他的答案错在哪里 因为他用这一套 然后要去接引他们家的翁翠坚 曾子涵、曾品浩都接引不来 完全接引不来 人家都不信他的对吧 可是他要说这是师父讲的 抱歉师父可不是这么讲的 好 为什么他用他那一套讲法一定是不对 一定是没办法接引人 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一个人 请师父指证 好 有谁能够指证吗 我让你升格成师父 有谁能指证 因为他没有指出 所以我常常讲你们都会回答 因为跟着师父那么久了 都会回答一套又一套 但是没有直擊要害 他在问题的直擊要害在哪里 你要先说明 善意的仿言跟恶意的仿言 善意恶意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我用这个当作终极本质 他是如如不动的 你善的也是从这里出发 你饿的也是从这里出发 我了解这个道理了以后 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啊 这不值得嘛 对吧 有人欺负我们 有人用黑道追杀我们 我们没有学佛以前 我们很害怕 因为害怕而生气 对吧 学佛以后 你就会知道 黑道从这里来 白道也是从这里来 怎么来的啊 那世界上 这就是世界上嘛 世界上怎么也有黑道也有白道 是这个终极本质 他慧育了有一票人 他专门用恶劣的手法 来追债討债的 那个就叫做黑道 他是一样的 是下面世间人造作的方法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终极本质 慧育了这些人 他用的方法是恶意的 就变成黑道了 这边有一票人他是善意的 他是善意想要帮助很多有财苦的人 所以善意跟恶意 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是这个世间上遇到的因缘的造作不一样 有的人专门用恶劣的方法 有的人专门用悲悯的方法想要救别人嘛 但是对他无伤啊 对这个终极本质他是如如不动的 你一定要先讲清楚善意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我为什么要生气啊 我不需要生气啊 你这个没有讲清楚的话 人家听你讲那么一大把 人家认为你在胡扯嘛 对吧 所以你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说服你的家人 就是因为你没有直接要害的能力嘛 那你为什么没有直接要害的能力 因为你不耸心 你不会有智慧 第二个你没有践行 你不知道善意恶意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对吧 你只是听过而已嘛 那不是你的东西嘛 那还是失误的东西嘛 这样可以懂嘛 这么简单又这么重要的重点 结果你们都答不出来 然后好像又答得 答得好像自己觉得头头是道 对吧 你这样子你就不容易接引到别人 绝宣现在正在清除人渣 就是接引功课不合格的 明天是最后一天10月6号 因为他们长假10天 就让你10天去接引 对吧 有些人他就没办法接引 为什么 他没有践行的能力 他没有破冰成长的能力 他只是来绝习圈 跟着绝宣做功课 然后听师傅讲道理 然后看视频 这样要干什么啊 你这样子留在绝宣 是浪费绝宣的资源 你要知道 对 好还有吗 深化思维 来 1 2 3 go 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无限无比的重要 直觉思维直即 直即哪里啊 就是直觉意识 现在不就是意识的时代吗 意识从哪里来啊 1 2 3 go 1 2 3 go 1 2 3 go 来 你还没到那个火候吗 对吧 我考你的通通都是在 我上课讲过 我播出的材料里头有 那意识是谁 谁在掌管的啊 1 2 3 go 意识是谁在掌管 1 2 3 go 意识是谁在掌管 1 2 3 go 阿赌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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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阿赌耶识 你要说阿赌耶识 我不能说你不对 但是更清准的应该是心 因为心不是指阿赌耶识 不是指阿赌耶识而已 心意识 3个 3个 6 7 8 组合起来才叫做心 心 PLANK 就是量子力学之父 他说 心是物质的母体 然后呢 心指挥着意识 意识是由念头投射出来 主构而成的 看嘛 这个PLANK他不是佛教徒 他不是阿 他是从科学的角度 他说 那这个都还不够重要 他说 灵性的智慧才是最重要 那灵性的智慧也就是这里 佛教就称他为终极本质 对 你终于知道了 对 终极本质是哲学的语言 那佛教的语言 说这个叫什么 One Two Three Go 好 来 佛教的语言就太多了 就首嫩言三昧 佛性 本性 实际 实在 有实在吗 没有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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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你太随便了 实际 实际 法性 首嫩言三昧 法界 还有呢 佛性本性 有谁能够帮助他 他已经江女才进了 对 文书的一定要讲 对 首嫩言三昧不是 就是文书的了 他已经讲了 对我第一个就讲 首嫩言三昧 对 也还有补充 因为还有什么 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狮子吼三昧 对 狮子吼三昧 还有吗 请你用麦克风 不能这样 没礼貌 嗯 师父还有 各位师兄 第一次明明 试着回答 是不是还有什么 一道一秤 一道一秤 然后 诶 那个叫什么 怎么突然 嗯 如来藏 自信清静心 对 还有呢 还有 无处 无相 你们都忘了 对今天找 好谢师父 嗯 对 好 十相 有讲了 刚刚有讲了 你说实在啊 我说不是啊 十相 是 十相 十气 十相 十气 你不是有喝了吗 你不是说你一直都在喝吗 有行喝能量饮料 你下次可以买些 我要 能量饮料就是会起泡的吗 那种嘛 买牛吗 你只要买那个 欸 上一次你光阳我 那个 会起泡那个 那是气泡 起泡 那不行欸 那好高喔 哦 那个好高 一喝下去 200多欸 200多欸 正常是100欸 他一喝下去 那么小一瓶 200多 一定不能喝 一定 一定不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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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靠 我给你加那个 那个什么 咖啡因就能量了 就让你提神 提神 那根本不是 对 是 杨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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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宗宫应该还不知道 因为他还没听到这一段 对 好 好 好 那所以 师傅来 来讲这个 直觉思维 直觉思维 就是要强调 升华思维 才是属于 无相修慧 你想要有智慧 就像Planck他说这个就叫灵性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智慧 佛教又称它为根本智 什么叫根本智 每一个人都有的 那你说师父这么有智慧 我为什么没有那么有智慧 你不是没有那么有智慧 你是被业障给障碍了 所以你的根本智没有办法完全的彰显出来 对吧 所以我们要解脱诸苦 这个升华思慧就是拿来跟什么对照 升华思慧的下一阶是什么 无相有相赔福 这个是无相修智慧 林柔刚刚讲的是有相赔福 我们常常讲要有福报要有福报 你耸心念佛持肉忏悔 有福报 但是你会被量 你耸多少量持多少数额的咒语 你被捆绑在那 所以你终究还是起了烦恼 一定想办法要上升到 升华思慧的这一个地步 才能够解脱你的苦 因为你的苦 你为什么说林柔的那个有相赔福 是不就近的 因为有相赔福就被锁在因果律里头 我过去是害人 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会被害 而且害得很惨 那你这样子你就不用过日子 对吧 反正我过去是害人 这一次一定要被害 然后我就想 我这一次被害一定是我过去是害人 这样子生活有什么意义 那样子的想法 是对 但是是呆 一定想办法要 跳脱因果律的束缚 你一定想办法要解脱因果律的束缚 因果律的束缚你怎么解脱 你的思维要升华起来 怎么升华起来 就是了知善恶来自同一个本源 然后贫富来自同一个本源 所以杨中鹏现在就要体悟贫富来自同一个本源 所以这没有什么羞耻的 就是贫跟富是一体的两面 我现在贫穷是因为我刚好碰到这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过去是我造作错误的那个夜阴 然后我都没有方法去处理 让他一直涨涨涨 那个恶业一直涨到现在爆发了 所以我就变得是非常辛苦的 在经营我的人生的生命 刚好碰到师父 师父最可贵的就是告诉你 贫跟富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你之所以会苦 是因为过去你不认识这一个终极本质 是人人平等的 然后你只是因为不知嘛无知嘛 然后你就是过去造作的恶业 你也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 然后你也没有借由回向 回向给累世的冤亲在主 然后他就一直蔓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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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今生 今生一旦有一个贪念 是跟财有关系的 他马上同贫共振 去抓取了过去是错误的财的经营 来打击你 所以你今生的财苦是这样子来的 一来你不知道善恶来自同一个 贫富来自同一个本人 二来你不知道 你过去是造作的恶因 必须要在事情还没爆发以前 你要用功德回向过去 回向嘛 刚刚讲薛丁乐讲 能量的传颂不受到时间 时间就这一次或过去式 不受到时间跟空间 现在三维空间还是有人在二轨道等着修理我 他在更低的空间 他都不受这个影响 薛丁乐讲 回向能量的传颂不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阻隔 至于高危的阻碍通通都可以超越 他不受这个的影响的 所以一定要善用回向的力量 你回向了过去是造作错的 我提早去回向解决我过去式的错误的财苦 他就不会逼着我来 你这一世赚的钱才能够守住 到底是这样子来 等一下还会有slide 所以这一个我今天要讲的课是 你想要解脱你的租苦 不是只有财苦 病苦 失业苦 还有官司苦 官司苦 婚姻苦 子女的苦 长寿 长寿 就是 的出苦 你一定要 要用这个 好 来 好 同学大家好 我是讲入华士哲来分享 事实上讲思维的生活 我会直接联想到就是意义治疗学的那个始祖 我突然忘记他是谁 意义治疗学 对 你说 你知道的 在那个 Victor Franco Victor Franco 他在集中营里面 然后天天面对每一个人拖进去读气势史 可是你看他的成就却是最大 当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这个现象界 我如果譬如说这个水还是镜头啊等等这个黑暗的 我们面临了这么苦的环境这个就是要去要去毒气势 可是他既然能够在这个苦的环境下大家每天要面临死亡那么多人死亡 哀红遍野的情形下他的思维可以突破三度空间往上升到终极本质 他还能够后来他还能够脱离那个毒气势的那个阴影后来他甚至那个创始了那个意义治疗学 所以我是觉得说思维是让一个人我们是不是有能够有成就 这一生是不是有成就不是在这个现象界而是你的思维有高度有多高 对他为什么创的是意义治疗学 这个意义是你懂不懂生命的意义 你的生命在这里才有意义啊 剩下来的这个世间事包括财事业家庭婚姻子女还有官司 这些都是变动的今天有人打官司打赢了明天他又变成被告了对吧 所以那个都是无偿的只有在这里他是万物的本源 所有的官司也好财苦各种苦各种享乐都是这里碰到善的缘你就享乐 碰到恶的缘你就受苦全部都是集中在这里 所以Victor Franco他是哪一国人? 奥地利人奥地利人所以奥地利出很多名家 还有谁? 那个 那个 刚刚才有薛丁二的 薛丁二的 对但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奥地利人而已 犹太人又是奥地利谁啊? 一身一身开刀其实几十几十 佛洛伊德对佛洛伊德对 好所以 所以我要讲Victor Franco他说的意义治疗他为什么用意义可以治疗你啊? 就是让你从这个世间诸苦 升华思维认识所有的苦乐来是同一个本源 所有像今天我看到的新闻就讲郑洪怡你们知道谁吗? 郑洪怡 他说他得了忧郁症 焦虑症焦虑症 他怎么形容? 他说我坐着也不对 我站着也不对 然后我躺着都不对 我就不知道我就都不舒服 然后 他说我现在挣的钱比以前多很多 可是所有的钱救不了我 他就去看医生 医生就跟他讲我建议你去看身心科 身心科就是精神科 讲好听一点就是身心健康的科 他就去看了 果真医生说他有问题 他就是焦虑症 他不相信又换了一家医院去看 还是给他诊断是焦虑症 焦虑症来源为什么而来的? 他说医生说他至少要吃药90天 90天不能停 要不然他会反复 就是还会更严重 然后一辈子不会好 可是你记不记得 绝宇轩有一个张营 他就是有焦虑症 重度忧郁症再加中度的焦虑症 他进来决医生两个月就停药了 为什么?师父就告诉他这个道理 所以你为什么要生病 你可以不用生病 你之所以会生病是 你不知道病与不病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你专门取生病的恐惧来抓取他 所以你就生病了 所以我要现在要讲 Victor Frankl讲的生命的意义治疗 就是说每一个人要藉由升华思维 把你的生命的意义在这里 彰显出来苦痛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然后他说要用爱 因为他没有宗教信仰他还是从学术角度进来 他说要用爱来穿越苦与痛 爱当然是大爱不是小的self 大的self 要用大爱来解套苦跟痛 让苦跟痛不再对立 让苦跟痛变成是合一的状态 对这个就是Victor Frankl 他的意义治疗学 意义治疗就是让你了解生命的意义 用这一个意义你因为了解他了生命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治百病是你的财苦、病苦、家庭的苦、官司的苦等等等等 那你说如果没有听到师傅讲这么重要的课以前 那这些人都用什么来治疗啊? 他用什么来治疗? 生病的人就去向医生拿药 吃了90天没好 然后再吃90天就一辈子的事了 对吧? 然后如果有财苦的人 他没听到这堂课的 他会用什么? 继续借贷过日子 越借越多、越借越多 积累的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来不只是财苦 还有犹豫症 像那个艾成 他虽然不是因为财苦 但是他也是忧郁症 最后他没有办法 他就跳楼了 他是基督徒 基督教的人真的很善良 他们派人把他守住、看好 24小时都有人在陪伴他 可是一不小心 这个人不可能一直看着他 要去倒水啊什么 他就跳楼了 所以陪伴是没用的 陪伴真的没用 要怎么样 跟他讲道理 讲道理 让他知道说苦与不苦 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抓取苦痛的那一端 你应该要知道这两端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这样子的话你的方法就会非常的多 你就不会一样贫富同一个 来自同一个本源 来自同一个月亮 同一个终极本质 一般人都会选择我要富有 对吧 可是你看吧 李文这么富有 他最后还是选择一死了之 你应该要去探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傅这么贫穷 师傅从出家到现在二十五年 身上都没有钱 我都没有钱 然后可是师傅可以源源不断的 转乐捐 超过了两千多万对吧 昨天邮捐公告的账目 今年因为经济特别的不景气 今年从一月到十月四号 就是昨天那个 师傅总共把你们的乐捐 转乐捐一百三十万 一百三十万对 那为什么师傅都没钱 可是师傅都没害怕 这就是你要学习的 害怕就是负能量 师傅已经了知 贫跟负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你是不需要害怕 你要大量的去耕耘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让他解除痛苦 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能够把自己的能量给提高起来 让自己的能量拔高的话 你才能够抓取过去世的好的能量 过来让你有源源不绝的资源可以运用 所以你这里不懂的话 你下面的方法全都错 不可能正确 因为你就会执守其中的一端 而且你这边懂的话 你就会知道 天下无难事 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 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解决的 你一定要早一点碰到师傅 你早一点碰到师傅的话 就不会有人要去死亡 他就会知道说 事情原来不是那么严重 普朗克的名言 心是物质的母体 心是意识的指挥官 念头由心组成 你的每一个念头 最后的掌管者是心 并且这些念头组构成所谓的意识 现在是意识的时代 组构成意识 然后灵性的智慧 就是那个月亮 那就是普朗克认他说他是灵性的智慧 佛教就称他很多的讲路话讲了一两串的 那个才是最高的指导的理则 理则就是Logos 好 今天我们是请到杨忠仙 对吧 我们的课堂的报告一花一世界 Total我们只允许有三分钟 前面三十秒 请当事人介绍他道课的因缘 精彩的两分钟是最重要 你必须要融入四个科学理论 海森堡车不准 玻璃二相性 还有双方实验宇宙全习惯 还有最后要有一个期许 带给大家同频共振 好 那这一个是 待会杨忠仙大菩萨要讲的这个内容 请大家要注意到这个红刺 红刺是他主要解释的 我现在先要把他叫出来的是一张 下个礼拜是讲路啊 这个人上卫生间去了 讲路啊 10月12号是轮到你啊 然后接下来19号宪明中再来 陈敏玉 10月26是陈敏玉 我这个忘了改 好那我们 我们那个 请杨忠仙来开始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就不等他了 好来 师傅 各位师兄 我是杨忠仙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来做这个生命实践的一个练习 那我的接引人是蒋路华师兄 那当初是因为我爸肾脏病的关系 那蒋路华师兄提供大杯水来帮助我 我现在都很感激他 那我的今天要分享的日月星是日是我自己 那月是我的太太玉琪 那星是我的小孩杨晴雨 对 那如果没有当初我老婆到我公司上班 那我就不会认识我老婆 我可能就要光顾一辈子 对 那如果我没有两人情意相合的话 那他就不会成我的妻子 那我就不会有杨晴雨的出身 变成我们的小孩 那我觉知这一切事物 宇宙万象都在其中 那我一转眼 那杨晴雨从墙堡中的婴儿 已经变成了十岁的少年 一个爱斗嘴的屁孩 那这十年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包括了玉琪的父亲 在我们结婚没多久就去世了 那包含玉琪的妹妹 因为这登山的事故也是意外的上升 然后再来又遇到地理的一个事件 那我觉得这感觉 宇宙万物就像昙花一现 那上了师傅的课 明了到其实他们也都没有事 他们只是消失不见 他们从原本的粒子坍塌态 回归到宇宙波函数的能量场 对 那 从 从双缝实验我们可以知道 光 从同时有波与粒子两种的形态 那 加入了观测者以后 光就会从波的一个能量 转变成为粒子的状态 那这说明了意识决定了 物质存在的一个结果 对 那 刚才上课有讲到 普朗克的名言 心是物质的母体 那心 物质的背后有念念不断的意识 即心灵智慧 那宇宙是由多位空间组成 由新的投射由多位空间组成 那各个空间互为子集合 那 心佛众生来自于最高位的 无量的长期光的投射 那 投射与被投射 不是分离的个体 而是来自于更内核的一个实际的衍生 那 所以心佛众生无二无别 来自同一个本源 对 那 最后我的期许是 我一直持续到课就是 深感师傅讲的 是绝对的有道理 就是我们都缺拔了践行 那我也希望就是大家 能够一步一脚印的就是 脚踏实地的去依照师傅的教学去实践 那我相信大家都会越来越好 对 以上是我的分享 好 非常感恩 好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来 所以我们要点评 1 2 3 go 好 那个翁翠平 当当事人在台上讲的时候 你就要做笔记了 就是哪一点你要点评的 你不用很常写 你就是写 譬如说玻璃二相性 或者是什么什么 你只要关键词出来就好 好 师傅 各位师兄 弟子 王翠平 讲评 那个 就是杨宗憲师兄 他的这个日月星 就是贯穿他自己个人的人生故事 成家立业的人生故事 非常的有意义很好听 但是他在那个科学理论的解释上面 我觉得他把那个双缝实验跟那个 跟那个玻璃二相性 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样子 贯穿解释 我觉得这个很棒 可是我好像没有听到他 说明那个海森堡测不准原理 我不晓得我没有错过 他确实是没有讲到海森堡 然后后来那个就是宇宙全习官 他就是讲了 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再把他 加上这个心佛众生无二无别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那个就是成神 好 点评的人不能超时 台上的人才有权力超时 好 OK 好 再来 one two three go 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点评 你点评别人其实是在成长自己 当别人在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正用心在听 然后你像别人学习了什么 对吧 你有什么不足的 你看到别人讲这么好 好 那你学习了他什么吗 one two three go 好 好 陈明玉 陈明玉今天比较活跃 对 对 师父还有各式从 这种 陈明玉试着点评 好 我觉得他的优点是 他用自己的这个生命故事 对 我觉得非常吸引人 对 然后我在这中间也可以看到就是 其实他的妻子很需要清净佛法 就是他姻缘还没有到 為什麼你認為他其實很需要清淨佛法 這個可以暫停 因為我聽到我就會想說 你的父親跟你的手足 我覺得對我來說會是很 很大的打擊 只是因為我覺得每個人姻緣時間還沒到 是 好 然後 當然缺點就是他有超時 超時就是他大概三分五十秒這樣 三分五十秒 對對對 可是我們沒有聽到兩聲的 有 我有聽到 所以他超時一分五十秒吧 對對對 最後總共 總共三分五十秒 他超時五十秒而已 他只超時五十秒 對 這樣比較整 比較清楚嘛 對 是 是 好 來 One Two Three 對 這邊全軍覆沒 快點 One Two Three Go 不能只是看別人講然後自己完全沒有體會 這是不被允許的 你一定要學習嘛 你包括師父都在學習啊 對吧 師父去參加那個薛黃桂花的告別式 也在學習 學習很多 師父跟楊宗憲楊宗憑謝民宗一起用餐 我就跟 後來謝民宗陪我走路 我回到那個車場嘛 我就跟謝民宗他說 師父你這麼忙還要來出來主導這個事 我說我就是來學習的 我發現你們沒有這種精神欸 你們去了就是吃吃喝喝這樣而已啊 看人家這麼精彩的那個發言 你也無從感受 朽木一個 對吧 蔣露娃妳就是朽木嘛 妳趕快擺脫朽木的那個 那我朽木要變什麼枯木 春花嘛 那朽木可以重新壓成那個聚和藍 來 歐阿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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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蔣露華試著來分享 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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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憲師兄講的就是條條有理 就是很有次第 不會緊張讓人家覺得說他在趕時間 或者是怎樣 就是很穩 然後該一條一條 他解釋得很清楚 但我個人我不知道這個 我的comments對不對 那比較需要 我覺得有理解上的錯誤就是 就是日月星 它 就是說 後面的科學的論證 跟日月星三個重點 好像比較沒有搭上關係 沒有結合起來 對 普通我們日月星是必須要從頭到尾 科學論證是在強化這個日月星之間的關係 但我聽日月星是直到彈花一現 這前面是在講日月星 但是科學論證的部分就是比較沒有牽連 沒有從一貫穿到最後 這是我的感覺 謝謝 那如果是妳 妳要怎麼貫穿 我都是批評家 我應該當議員才對 我覺得我是適合當議員 出一張嘴巴 健行力恐怕就比較弱一點 那個誰 那個誰 玲蓉 好 我請你趁這個機會講一下 因為我看楊宗憲師兄 他最近講那個 演講那個方面的段落 講得非常好 值得我學習 因為這方面是我很弱的地方 但是有一點我要想要趁這個機會講一下 因為他像他老婆這個事情 是他接引他最好的時機 因為他現在最需要人家關心 因為我覺得楊宗憲 對他的關心度不夠 因為說他老婆才對他不滿 因為他之前我們去參加過瑜的時候 他就有常常覺得他很忙 每天都被有關 就是好像沒有讓他覺得 是有安全感 我覺得這個機會是他最好接引他的時機 就是我們去年10月29號 然後去楊宗憲府上撒盡的車上 對 所以那時候他埋怨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感覺 少說應該他的關心度 沒有用在對的地方 沒有用在對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是他接引他最好的時候 因為他現在心可能比較 比較空虛的時候 楊宗憲來回應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就不屬於這個一花一事件 師父 各位師兄 各位師兄 關於這點的話 我是認為我自己做得不夠好 因為我自己業障太深重 我自己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那我希望在工作上面改善 在家庭上面做改善 那我自己把自己做好了 自然能夠讓他們看到佛法的一個展現成 可是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因為你們有加速的話 他就會惡化 他不會一直停留症 他不會 他會加速惡化 對吧 所以 所以 就像當初林柔要接引謝民宗 謝民宗也是很難度化 謝民宗 林柔來上課 謝民宗 林柔回去的時候 謝民宗還要反嗆他 說你到底是 什麼 比較像台語講的什麼 過不做還是要過不做 對 對 對 你就是 你 你就 一了了之就跑去上課 餐廳只有我一個人 你到底要顧哪一邊 對吧 但是林柔沒有受他影響 他還發揮他的大能大力 硬是把謝民宗拽到這兒來了 所以還是要 還是要那個 還是要 可能 心要很堅定 那天 我去參加 歡迎 那個告別式回來 不是有機會跟他們兩個千金 一起用午餐 對吧 然後 他們的千金也是講說 以前他們都反對媽媽 學佛 對 後來他們就看到媽媽進步了 看到媽媽進步了 他們就支持媽媽 學佛 只是 那個佛教音樂不需要放那麼大聲 慢慢的慢慢的 他們也都能夠 都能夠接受 對 是 到現在他們都 都沒有人反對 林柔 學佛了 對 所以楊宗憲可能要給自己 你如果想要你的 那個 人生 苦 要少一點 你就要 積極把你的家人 幫助他們建立正確的人生觀 正確的人生觀 佛教就是 其實佛教不是說 我 釋迦摩尼佛要保佑你 你做很多的壞事 像那個 厄屋這樣子 兩邊 廝殺這麼嚴重 你看 諸佛都沒人去管 對吧 到現在一年多了 還在廝殺 為什麼是 諸佛跑光光 都沒人要管 因為你的 仇恨 廝殺 跟諸佛的 教義 完全不配 所以沒有辦法得到 諸佛的 高能量的 高頻共振 沒有共振 所以不是誰 不用 不想要管你 是你 你這個能量 你是負能量 極度的負能量 因為仇恨 仇殺 諸佛是 高能量 怎麼同頻共振 那個 哪一個科學家講說 其實我發現 世界上也沒有物質 這個物質都是騙人的 世界上唯一有的東西 就是 同頻共振 這是哪一個科學家講的 好 師父各位師兄 王阿貝拉奉 查著 弟子翁翠萍試著回答 就是普朗克 對 普朗克 這是最近師父才釋放出來的 師父沒有一下子又釋放很多他的名言 怕你搞混了 對吧 你們那個新式物質的母體都很熟了 然後 心的背後還有那個靈性智慧 這你都很熟了以後 師父再繼續釋放出來他的重要的名言 他就講 因為他是諾講物理講得主 但是他不是得到量子 量子物理學喔 不是喔 他是得到的是 energy quantum 能量量子 他是以能量量子來得獎的 他就講 所有這整個宇宙裡頭 沒有一個所謂的物質啦 通通都是能量 而且這能量一定是要怎麼樣 同頻共振嘛 會有各種不同的物質 是因為 那個同頻共振 震盪頻率的差異而形成 有精神性的 有物質性的 差異就是在這兒而已 人家講得那麼清楚 對吧 所以一定是要從科學裡頭 可以佐證佛教的不可思議 跟佛教的那個教義實在是太深 太廣博了 對 每一個都是當代的科學家 可以植起要害來佐證的 好 所以我要謝謝林柔看到楊莊縣 可以接這個契機來接引他的夫人 玉琦 好 那現在師父來點評 楊莊縣的優點就是說 他 比起一般人 他是 颱風更穩 因為你們有時候上去 看起來你都在講話 但是你的心跳都 非常清楚的讓師父看出來 心跳120 對吧 楊宗憲他就是非常 颱風非常的穩 就是代表他的訓練 就是過去的訓練非常的好 非常 幫助他能夠侃侃而談 那我要講的第一個 雖然不是什麼大缺點 但是我講過無數遍 就是你的講話的語速 這個時候 因為在計時 你的語速一定要加速 一定不是楊宗憲今天才50秒而已 他如果加速的話 譬如說 感恩各位同學還有師父 讓我有機會 來跟大家報告這個生命實踐 那我的日月心日是我月是我的福人 玉琦還有心是我的小犬情語 然後這一個讓我感受到 他們都在宇宙當中沒有玉琦到我們公司來 我不可能認識也不可能成婚對吧 然後這一切我就覺知到 我們一家人其實都是在宇宙當中 你的速度至少要維持像師父這樣子的快速 而不能很優雅 可是師父也不是說不夠優雅 就是你的速度要壓縮要快 再來他確實沒有講到 昂花一現 因為他這邊要加入昂花一現的時候 他是直接就講到 就是離開了 不是 離開了那個粒子的坍塌態 回到了這個波函數的能量場 所以他在這邊運用的是玻璃二向性 OK那也無所謂啦 他要表現的是說 我看不到的時候 他不是沒有了 他是回到了宇宙的能量場的那個 那個superposition你沒講 中文怎麼講 疊加態 因為回到你只講到波函數而已 波函數的能量場而已 你沒有講那裡是疊加態 疊加態為什麼那麼重要 疊加態代表他有佔用各個不同 與不同維度空間的可能性 坍塌態是 他就佔用這個時間這個空間 他被鎖死了 對 所以這個 這個 就是有一點小缺失 然後他從玻璃二向性連結到那個 雙縫試驗 我認為這個是漂亮的 因為他就是一貫的 因為我有關注 我有觀測 你才會變成坍塌態 栗子坍塌態 我沒有關注你的時候 你就必然是回到了宇宙的能量場 對吧 今天他也講了一些 那個宇宙全習觀 雖然不夠深入 但是我的印象中 講宇宙全習觀 他還是算是比較深入的一個 其他你們都是點到宇宙全習觀 就沒了 宇宙全習觀 然後就說 心佛眾生無二無別 對 他還算是比較講的 稍微裡頭有東西的 對 雖然 50秒我認為你加速你的宇宙的話 就過了 就過了 第一個被我糾正 宇宙錯誤的是王富忠 他上台像在聊天 我說你不能這樣講 對 你一定要上台 既然是在計時 你就必須要掌握這個時間 對 後來他改善了 他第二次上去的時候 就改善了很多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感恩楊宗憲 為我們做出了精彩的這個課堂報告 再一次給他掌聲鼓勵 今天師父想要來問 來為楊宗鵬播一個非常重要的視頻 重點在立他 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立他的話 他世間的困頓都不可能解決 你看師父一無所有 但是師父為什麼能夠熱捐兩千多萬 聖經哥林多後書就有講 第六章第十節講 看師一無所有 但是樣樣多有 為什麼 他說因為你讓每一個人得到富與足 我拿什麼讓世人得到富與足 我每天獎金說法 我每天都播出我的法布是沒有中斷過 從2014年一直到現在 長達前後十一年沒有間斷過 很多人看了這個視頻以後才終於懂道理 知道怎麼解脫他的人生的困頓 這個就是你幫助世人讓他們得到富與足 因此你有大功德 因此你有源源不斷的各種的資源 所以最主要是立他 你想非常想要解脫你現在的困境 你要加強力他你看這個視頻 這兩個偉大的人物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認識他 Parsely say trust Mary and ti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He was once a true love of mine And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ime to find me an acre of land Parsley, citrus, Mary and thyme Lift dreams and wonder on the sea strides And 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看到这个就好 因为接下来他的解说太世俗了 学佛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他讲的那一套 所以来点评一下 批判思维 这个叫做批判思维 对这个电视频的好与坏 你做一个评判 杨中鹏先来好吗 因为这个就没有说你需要什么基础什么的 对来 杨中鹏是很有智慧的 来 师父各位师兄 我是杨中鹏 好 那看了这一段视频 对 以后 其实 个人觉得他的那种 阐述的那种道理 到后面反而薄落下来 就是刚刚师父讲的 就是已经 对学佛的人来讲 就是没有办法起一个共鸣的作用 对 是的 你看到杨中鹏是不是很有智慧 他真的是 他看到了那视频的弱点 那前面他 其实前面的视频他连结的 连结要阐述的 那种道理是蛮连续性 然后也蛮感人的 就是经由利他的行为 造成了那种不同层面的共振 然后引发那种各个层面的回响 到最后回响的功德回到自己身上 甚至扩散到整个社会国家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对于那种共振 同频共振 同频共振 然后回响是 展现出来 对对对 这是展现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个人的愚见如下 对 你们觉得杨中鹏讲的好不好 真的是讲得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你说他有没有智慧 他有智慧 他就是最适合修学文书法教 对吧 他有智慧 没有一个人他没有学过佛 然后他第一次看这个视频 他就有办法阐述的那么盛生 对吧 他乃至于想后面他讲的都太世俗了 视频里头讲的太世俗了 对吧 他真的很有智慧 对 有智慧了怎么都在他们家呀 对 对 来加油 这边都是有智慧才会走到这个家庭 走到这个课堂来 对吧 那个谢明忠也是被我公认是文书的弟子 特别有智慧 对 他 谢明忠的特色就是低学历高智慧 这个在市面上不容易找对吧 除了 除了谁 六祖 标准的 目不示钉的大智慧 还有广清牢上目不示钉的大智慧 对吧 对 好 来 蒋若华你要点评 这个是批判四位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若华 就是从那个这里面就知道有无相修会的重要 今天如果那个老人民拿了 以世俗人讲 我救了人人家包一个大礼给你 对 那你拿了 你的功德是要无限的延伸 还是有相就是在你的 就那一包钱 对 如果你今天接受他大礼 他可能就是我就是 我就是送一个一两百万给你 因为你救了我儿子 对 那我有钱 所以我就一两百万给你 如果这个老农民他的心是 拿了这个钱 接受了这个 等于你的功德就只值这两百万 对 但是这个老农民是认为 我就基于我的良心 对 所以我根本不愿意收取任何 对 他把有相提升到无相修会的层次 这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利他应该这样 同样一个思维 同样一个动作 但他两个功德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功德 后面会延伸救国救民的功德出来 对 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无相 无相羞愧 非常好 非常好 两个人的发言都很棒 好 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 师傅要赶快来出作业给你们 你看 百余年以前 一百多年前 发生在英国的农民与贵族的生命故事 这是真实的故事 老农民无意间听到救命的呼喊声 然后没想到救出的是贵族之子 老贵族登门来致谢被拒绝了 因为农民是发自良心的善念 最主要他是善念 而不是为了要救人来收红包 农民接受老贵族送农民之子去伦敦 接受高等教育 农民的孩子品学兼优 毕业于伦敦的圣玛丽医学院 这是1850年所成立在伦敦大学的 他是伦敦大学的一部分 他是伦敦大学的附设医学院 好 然后农民子就是 Sir Alexander Fleming佛兰明 就是1928年 你看这么早以前 将近一百年前 发明青梅树 青梅树是抗生树的拓方 他是Pioneer 对 第一个有抗生树的就是青梅树 就是Firming 并且在1945年才得获奖 他发明以后 又隔了17年才获奖 贵族之子就是丘吉尔 这是后来的英国的首相 丘吉尔曾经在二战期间使用青梅树 他旧的人的孩子所发明的青梅树 来治疗自己的肺炎 对 所以我出给各位的作业是 我的利他行 你有没有利他行 至少一折 你讲的话你该不会活到六十岁了 没有一折利他行吗 我是无相修 无相修会也要讲得出来 我举一个例子 那个圣言法师 不是法古山那个圣言法师 他也是没念书的 你要知道 他跟我们老和尚是同一个年代的 对吧 那个年代很少人在念书 而且特别会送去 送去当和尚的 小沙咪的 都是家里特别平权的 不可能让你念书的 老和尚他们家也是特别穷 然后 那那个圣言法师 我看他的自传里头讲说 他因为很愚痴 什么讲都听不懂 那个方丈和尚对他好头大 结果跟他讲说 好那你什么都不用听 你就每天到大殿去拜佛 拜佛就这样一直跪一直拜 你起来再拜 就起来再拜 每天拜一百一千次 拜到他自己那个智慧彰显 慢慢他听得懂佛法 那这个是一个重点 再来就是 他后来就是先出家 因为他本来就是小沙咪 然后长大以后 当然就是当和尚 后来就战乱了 战乱他就随着国君 就撤退到台湾来了 那因为要重军 要去当兵 所以他就卸下他那个和尚的身份 就又留头发了 那大家也不知道他是和尚 就跑到台湾来了 跑到台湾来了以后 那个 那个 嗯 他很穷就没地方住啊 然后就那个美农 有一个阳性的家人 信仰的人 就收留他 让他一直住 然后 嗯 后来你们知道那个 圣炎长老 他是到日本去留学 他也没有 没有钱去补什么补日文啊 没有他都是自学耶 用他的打开来的智慧自己学 学了以后 嗯 去到日本去拿到博士耶 所以我要说的 这一个阳性的家人 将来就不可思议 他成就一个出家人啦 对吧 那就是 高度的利他行为 我就是 借这样子引发你的想法 就是你 你不一定要有 有类似的说 你又护士哪一个 失误不是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就是你要取一个利他行 至少一则 当做你的 嗯 新的报告的第一段 这样可以吗 可以齁 这应该不困难嘛 对吧 好的 各位同学 我们已经观赏完了 精彩的伟人问世 愚念利他的这个开场视频 师父要来跟大家分享 利他跟行善 其实是很大的不一样 利他英文 all truism 行善是good deed 两个差异在哪呢 利他 他是一直帮助众生觉醒 注意到觉醒 直接到思维升华 你要觉醒 你一定要思维升华 超越二元对立嘛 不再受到烦恼的残伏 才可以植入 终极本质的唐奥 终极本质的唐奥 终至圆正菩提 也就是你一旦超越二元对立 你就进入了高能量的范畴 至于行善good deed 则是泛指诸儿莫作 众善奉行 也就是说他还是停留在正能量 因为他不知道善恶来自同一个终极本质 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越二元对立 可见利他与行善是智慧在生命长河中 不同深度与广度的彰显 这个当然是特别重要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利他 他的内涵 行善是属于市地的范畴 就是如果以宇宙全习观为例的话 科学家发现宇宙是虚拟的 是超级宇宙投影源 摄入了雾光整体的正福跟相位 因此会得到丰富细节的全习照片 立体而且360度无死角 科学家们把它视为终极真相 但是佛家则认为他只停留在智 也就是市地 坊间所谓的行善 因为他没有指向升华思维 开发根本质 所以行善只是市地的范畴 简单的说 科学家所谓的终极真相 那还只是行善而已 那么直觉思维才是属于生意地 直觉思维 Intuitive thinking 用来观察照见现象界背后如如不动的 究竟理则Logos 也就是道 思维 慧 这个字是慧 刚刚行善是叫智 合起来叫智慧 可见智慧是必须世间法跟初世间法合并执行的 慧才是属于第一异地 真地 第一异地就叫真地 Sacred truth 力它直及思维升华 直入终极本质的唐奥 所以力它是属于圣意地 但是行善是属于世地 这个各位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在这边师傅做了一个小中论 我人如果只是停住在现象界 例如做出科技前年的研发 那都只是停留在方法论 这就是会让生命失去自由度的彰显 因此困境重生 因为现象界仍然是第八阿拉耶史 累世行为造作记录的投射 它不是我人今生运用屈时所能掌控的 反观如若立即在终极本质 Ultimate Reality 如如不动的寂灭空性Emptiness的特性 那么才有可能不迷失在宇宙万象的瞬息万变当中 简单的说知识解决了宇宙万象的瞬息万变 你了解它为什么而变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假的有 但是它没有解决更高层的Logos 更高层的理哲 它没有深化意理 让世人知道如如不动真理的重要性 接下来师傅要来举例 师傅所做的利他行 圣玄师傅的利他处处可见 之分裂如下 第一 救拔病苦 2003年成功抢救昏迷指数 只剩下3的正美利 是台湾的史无前例 郑老师现年84岁 目前活在璀璨瑞智与健康之中 第二 抢救财苦 2018年 学生灵硬柔美 因为被炸毒 负债 新台币好几千万 走投无路 在零自杀的前一念中 今有人介绍 来到台湾课堂 亲近圣玄师傅 因而得救 同步解套 财苦 第三 为台湾学生的官司 道庭听证 台生王母的妻子 愚痴因房屋漏水案 控诉他人 事后害怕遭黑道报复 不敢出庭 全程圣玄师傅 代理到庭聆听 第六 沟通协调外邻的绑架案 台湾学生的家属因义礼不明 悟性外邻可以协助解套生活困境 岂知全然被绑架 生死不明 有家归不得 圣玄师傅出面 与外邻沟通协调 方得全身而退 第七 解套精神疾病 中国大陆地址 引火点点 罹患重度忧郁症 外加重度焦虑症 用要长达两年未果 入宣后 由于决西圈高能量的光照 两个月后不要而遇 第七 为众生效力 未曾收取分文 自出家25年来 始终维持一无所有 将众生供养金全数转乐捐苦难众生 2014年到2022年 累计乐捐总额超过新台币2196万 合计人民币488万 接下来 终论 圣玄师傅 利他不断的主因 他的主因来自哪? 第一 出家座右铭 在别人的需要上 看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Master Sunshan's monastic motto to realize the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on the needs of others 令他全然是出家座右铭的感召 第二 天天发布师不断 至2014年起 开启微信云端红化工作 迄今长达11年 未曾间断 至2023年6月22日起 启动双语播出 扩大发挥全球教化的功能 第三 日日践行 将众生刻在手掌中呵护着 无私大爱与诸佛高能量实时相应 得圣人的护佑 中论 圣经哥林多后书六支十节 云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付出的 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 这是圣玄师傅立他的写照 好 我现在要从因果律有像赔福 就是林柔刚刚讲的那一段 迈向思维的升华 这个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 但是我怕你们忘掉了 所以我还要再把它叫出来讲一下 你看在草 sorry 草皮以上的止二行善 这我们很容易懂 草皮以下的 他还是在有像赔福 手机念佛吃着忏悔 合起来叫做宵夜 然后不管你是事业苦 财苦 家庭的苦 健康人际各方面的苦 人际的苦就会演化成官司 中午大回向 你要把这些回向给 第一个要先回向法界一切众生 看到没 然后再次 这上面如果有修理你 修理我们的人 都叫做冤亲在主 你要回向 你这样才有办法改善你的 才能够绝处逢生 对吧 这个上个礼拜我就已经讲过 我就大致上复习一下 这一章也是上个礼拜讲的 就是 这个操作我不太会操作 老实说 我都是按照顺序来的 就是师父的课都是有 用语言文字声音让你听 但是这都只是方法 包括你信什么叫 都不那么重要 方法 只是他提供给你一个方法 这个是烦恼河 下面的水是烦恼河 你要藉由这些方法 走向这个就是 大大的 我们封面图的那个 大大的那个月亮 他就是终极真理 现在我们一起在这边听课 对吧 所以我们听课 就为了要明英国懂道理 这里就叫英国 这个就叫英国 然后来到这边才能够解脱英国的束缚 可是你 你搭着这条船来到的月亮这边 你看到月亮了吗 杨中鹏 杨中鹏 你看到月亮了吗 杨中鹏 你有看到月亮吗 杨中鹏 为什么看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看不到 师父不就是带着你们 你的法船接过来了吗 那你为什么看不到啊 我操作了 结果是因为 你把那个船 你让船 挡住了这个月亮了吗 对吧 所以船也是一个方法 不能让船挡住真理 这都是方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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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市面上看到很多人 很计较 他是基督徒耶 我是佛教徒耶 他是天主教徒耶 都在那边比方法 然后执着的不得了 越执着越掉入这个烦恼盒里头 这个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各种不同的方法而已 你要藉由他走向终极真理 但是你到了终极真理的时候 要把那一条船给扔掉 放下来 不要去执着 才有办法看到这个真理 那个经文我后面还会有 心灵三世从哪里来 好 这个杨庄先生你要注意听一下 这有一点深 但是也不会太深 以你的那个知识 你一定可以听得懂 维世学就是心灵 就是佛教的心理学 礼拜天师父教的就是维世学 维世学 这边有那个一个海平面 所以我讲的也不是只有维世 我是把荣格的心理学 跟佛教的心理学结合起来讲 荣格说我在这边画一个海平面 然后海平面以上的我称它为表层意识 意识看到吗 现在就是意识的时代 意识是从由什么组构成的 意识有什么组构 one two three go 意识用什么组构而成 我刚刚已经讲了 意识是由什么组构而成 one two three go 我刚刚已经讲了 意识是由什么 有念头嘛 你就忘得一干 刚刚才讲的就忘得一干二净 你的每个念头组构成来 成为意识 那这是表层意识 佛教就说好荣格的表层意识 就是我佛教讲的前面五个 眼耳鼻舌身这五个 包括第六个叫意识 眼我的眼珠子是不会看的 是因为我有眼识 识就是神经系统 眼的神经系统 所以让我能够看到 这三尊佛像 我有耳识耳的神经系统 所以我听得到事物者讲课 以此类推 鼻子能够闻到香水味等等 身就是可以拿到这个极光笔 意识是做什么呢 是了别 它帮你分别出来 你有眼睛 你有眼识 你看到这三个像 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对吧 你要靠意识来辨别说 原来这三尊就是佛像 所以辨别的功能是在第六个叫做意识 然后这五个是各有 各思其识 有看的 有听的 有闻的 有抓取的 这五识 再加上第六识 都是叫做表层意识 为什么说它是表层 因为你摘开 你自己可以知道 我闻到香水味 我也可以知道 我用第六识 看到这个食物原来是一个尼姑 对吧 这不是眼识 这是第六识的功能 好 那这个就叫做前六识 这五识以外再加第六识 它通通都在表层意识以上 这我们很容易了解的 很难懂的是在这里 深层潜意识 在海平面以下代表什么 它在运作 但是你我不容易感知得到 譬如说 最深层的就是阿赖耶什 你这边想的 你以为 你做完没有人看到啊 只有你自己做坏事 我们以为没人看到 错了 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通通落到最大的仓库 就是阿赖耶什 阿赖耶什 阿赖耶什 就是大仓库的意思 它把你所看的 所听的 所闻的 所想的 通通都落到 最后 它瞬间就落到 这个心 阿赖耶什里头 它落进来的是什么 佛教称它为种子 那如果从物理学 从量子力学来说 它落进来的就是一个能量 因为 阿恩斯坦讲 宇宙就是能量所构成的 我的每一个行为都是能量 我讲话是什么能啊 是生能嘛 对吧 我拿这个激光笔 什么能 机械能嘛 是不是 所以每一个都是能量 我讲完了 你以为说 我讲完了就没了 错了 我所有讲的 通通用能量的种子 绕到我的阿赖耶什里头 藏起来了 一样的嘛 如果我讲的内容有所错误 那也有负能量啊 那我讲的是完全吻合正法的话 那就是正能量 然后我超越了善恶两边 那我讲的就是高能量 以此类推 好 那陈敏玉 我刚刚讲说 你不能只讲阿赖耶什 因为你看到吗 心、意、食 这三个合起来叫做心 就是阿因斯坦 不是阿因斯坦 朗克讲心是物质的母体 心就是这 这三个 所以你不能讲阿赖耶什是物质的母体 不是喔 是心是物质的母体 对 是等于阿托那 阿托那是三意嘛 阿托那是就是 他可以涵盖心 可以涵益 可以涵盖食 就是阿托那是的三意 三个意义 指的就是这三个 合起来 就是我们统称为心 就是这一个 我们统称的心不是只有子 阿拉耶什 这个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 好 所以这一个 这个概念 如果你有的话 你敢不敢做坏事 你做的所有的坏事 都落在这儿 这就是 因缘果报的地方 就是师父讲说 过去是我做的大坏事 怎么知道我过去是做的大坏事 这不就一个一个的瞬间 你用眼睛看me too 对吧 然后 然后 就分别了 分别说 这女的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 你的所有的分别 最后储藏在这里 那因为你是偷看嘛 所以这就负能量 所以这里有负 有正能量 有负能量 还有 不正不负的能量 好 那因为这个就 你看师父又要举例 诺贝尔讲的得主的观点 所以师父的课是必然是精彩的 你一定要跟上师父的脚步 那因为今天时间也已经九点半了 我们先到 到此先告一个段落好吗 因为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这个如果不懂的话 你就不会相信有灵魂 你看1963年 我还是忍不住先讲一下 1963年 英国的诺贝尔奖得主sir sir sir就是爵士 因为他得奖了 英国女王就帮他 搬给他一个爵士 很多嘛 很多英国的得奖 ser Roger Penrose 发明什么 量子灵魂 对吧 量子灵魂 还是在他这个利基点往上走的 在1963年50年前 那 ser ser 这个是要念 echos 脑神 他发现脑神经细胞之间 有彼此有无形的 看到吗 无形的 它是非物质性的 沟通物质 它是非物质性的 它是 就是所谓的灵石 就是我们俗称的灵魂 灵石它实时推动大脑 然后使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 灵石在脑死以后 仍然存在 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 灵石就是所谓的命运的黑盒子 日式的心理学家荣格 就我刚刚讲的海平县那个发明人 他说这个就叫做智慧的老人 称这个灵石就是智慧的老人 也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死了 像谢皇桂花老扶哨往生了 杨忠灵往生了 虽然他们的肉体走了 但是他的灵石 没有丝毫的被毁损 他还是仍然健在的 他回到了哪里啊 他的灵魂回到哪里啊 对 他就是回到了宇宙的能量场 等待49天以后 他在寻找新的肉体再来投胎 他在等待的地方就是叫做宇宙能量场 这一步一步都被量子力学家所破解了 知道说我宗教学家讲的灵魂是什么 然后他没有肉体的时候 他会是在哪里等待 这都是由科学家逐步逐步的破解 为我们解命出来了 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子好吗 好那下礼拜我们就是要来解释什么是阿拉耶使 这个就是会讲到因果 就是你造的每一个种子都藏在这 然后刚刚师父不是有 这个种子你会去把他叫出来吗 对吧你看 叫出来 你叫到坏的种子就是恶果 你叫到好的种子就是升光发财 那谁来叫 当然是你自己来叫啊 你什么时候叫 你亲身照做的每一个行为 去跟他同频共振你就叫到了 道理就是这样 好你需要更多的更更更更清晰的理论基础 叫的力量 刚才就是跟法师的视频连在一起 我今天如果是我这个姻缘 像那个农夫他去救那个溺水的小孩 贵族他已经在扣板机 他用无相修贿的力量去叫同频共振 他调出来的一定是大的功德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现世做的 他调出来的是他说他调出来从哪里调 就是从阿赖耶什 就是我刚刚师父说新意识那一个图 这个有没有阿赖耶什 就是最基础的大仓库 这个也就是因为他是精神性的你看不到的嘛 所以师父就给他来一个示意图 这个就是阿赖耶什 就是我刚刚讲的 然后讲路啊现在讲 他去叫一个 就是因啊 这个起因啊 起因 起因 那个刚才那个农民 他去救那个小孩 贵族的小孩 他就是大 而且他行的是无相的功德 他根本 对他不要钱 对 所以他是很大的一个善因子进去了 然后就是变成他是同频共振到 他那个阿赖耶什里面有大的 大大的同德 他做那个农民做完的时候就把大大的种子 善的种子烙印在他自己的阿赖耶什 所以你看阿赖耶什有三种行为的种子 善的我用圈圈 恶的我用叉叉 像陈敬辛杀人就叉叉 那老农民就贵族之子 他就绕了一个大大的善的种子 等待将来被叫出来 那就是我们俗话讲的 权贵名利荣华富贵 衍生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个因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法师告诉我们要闭嘴啊 不要随便的判断这个因子 我们看到一个人 譬如说那个人去救 外面那个 他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 就像他去救小孩的同时 我们不要在后面批评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 那个 他安了什么心啊 去救这个小孩嘛 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能量 到底是什么能量 是无相的或是有相 或者是根本 纯粹就是邪恶的 他觉得说 这个我知道 这个是富人之子 我一定要救他 因为这后面有一大笔钱 这个我们看不到 这背后的原因看不到 所以我们不要善于去看到一个事件 现象界的事件 就去批评他 是的 是的 非常好